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胡歌黄晓明为女心理师宣传 一位顺便提了杨子,另一位只为她 时隔两年,杨子终于有新剧跟大家见面 那就是这部女心理师 该剧通过不同单元的背景故事来体现 社会当代人们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除了题材新颖 剧中也找了很多知名演员加盟 像是倪平、杨童书、马苏、张军宁等人 因为心理学研究的难度和专业度 多年来,国产剧几乎很少会涉及到这类题材 所以女心理师能拍到这个程度 治愈到绝大多数的人,就已经很成功了 再加上杨子、景百然等主演的清情演绎 果不其然女心理师一经开播变爆了 一晚上,冲上平台热播榜第一 但作品中就是演出来的 所以在播出后女心理师的口碑也遭遇了两极分化 喜欢这部剧的人打六星 称赞有加 不喜欢这部剧的人 打一星 说剧情太过于浮夸 表示心理学根本不是这样的 同时也有人说 在心理咨询这个职业上,适度艺术夸张并无不可 整体很写实,没毛病 其实剧方也很自觉 在片尾早就声明了这些会引发的争议 每一部电视剧都不可能做到 近乎完美女心理师也一样 杨子在接到这个角色之前 内心也是十分忐忑 怕自己全是不了 因为剧中的贺顿 看上去是那么的厉害 虽说是心理师 但拍摄出来的效果实际上体现出了 贺顿对于每一位不同的人群 都能准确地掌握他们 遇到的问题 现实中的心理师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在贺顿为他人通过心理学解决问题的时候 镜头感整体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电影的质感 而且整部剧都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 细致的雕琢 周全的修饰 尽力提高着国产都市剧题材的广度 无庸质疑杨子的演绎是该剧最大的看点 尤其是他的哭戏 依旧非常具有感染力 甚至通过微表情 动作以及语气习惯等细节 诠释了一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物角色 剧中贺顿是指引许多患者突破心理迷局的人 但这个角色的魅力在于 这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发现自我的过程 有争议 就说明大家愿意用心去关注到这部作品 而杨子本人 在开播前 也发文回忆到了自己接到贺顿这个角色的心情 有压力 但更多的是开心 自己能出演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角色 让更多人认识到女心理师这个冷门的职业 杨子这几年也成长了不少 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姑娘了 还记得香蜜沉沉浸如霜开播的时候 杨子可是动用了身边所有的关系 去帮忙宣传该剧 但现在杨子不会了 尽可能的在用作品打动着每一个人 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圈中不少明星艺人也开始关注到女心理师这部剧 像是黄晓明和胡歌 就在私底下追剧 并且发文为女心理师打call 黄晓明发文女心理师里面许多故事都值得我们深思 也称看到了杨子的成长 不过黄晓明最终的目的是想 向大家安利一位叫张海宇的演员 在女心理师中扮演小默 黄晓明称张海宇十分出色 这次的角色和他以往塑造出来的人物反差很大 希望大家能通过张海宇的表演从中找到共鸣 而胡歌却是为了尖任资来宣传女心理师 看了剧中特别萨的汤莉莉 胡歌称 这还是我认识的罗伊人吗 2017年 胡歌与尖任资在猎场中扮演一对情侣 尖任资饰演的罗伊人一出场 就是一副文艺女青年的范儿 气质沉静 面容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而女心理师中的汤莉莉 则性格比较随性 甚至带点眼鹿子 跟罗伊人完全就是两种性格的女性 也难怪胡歌会这样说 尖任资出道多年 一直不火 此次揭演女心理师 直言是因为杨子 他知晓杨子的能力和人气 所以也想凭借该剧可以让自己火一点 这样的直性子也为尖任资增添了几分好感 胡歌黄晓明为女心理师宣传 一位顺便提了杨子 另一位知为他女心理师中有很多小细节 值得我们一一发现 作品能做到面向用户 呈现心理咨询和引导大家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非常值得鼓励 不论与现实是否有冲突 都期待这部剧可以去到一个国产都市剧 从来没有去到过的心理角落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欢迎讨论区